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谋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谋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南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完灵严经其中一节的耳根源通章 呼应我们在《妙法莲花经》的第25品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大家都会知道 为何在《妙法莲花经》当中 佛对着无尽意菩萨讲《观世音菩萨》能够现一一身 所谓普门示现 以32种应化身认入一切国土 与及尽管有人尽凝秀 共养62亿行河沙菩萨 与和另一个只是 对《观世音菩萨》一时礼敬共养 赞叹的人所得的功德正等无二 为什么呢 亦都是在《以根源通》很清楚讲述了 当时《观世音菩萨》讲出来 他得正这种禅定三会神通 是因为他面见《观世音》如来 《观世音》如来教他修行 由民师收入三魔地 由民所民尽 尽民不住 各所各空 空各极圆 直至到圆满一切 是相对 能所易忘 即是能听 能闻 这个能的本能 以及所听的境 全部空直 由于虚空清静 包容万有一样 適空圆容 整个精神心性由于虚空 但是容在过去现在将来 虚空里面的每一个微尘世界 里面每一个生灭现象 他都无所不知 成就了两种功德 上合十方 诸佛同一持力 能够具足如来的功德 普照宇宙虚空 一切国土 下合十方 一切众生 同一悲养 以及在宇宙虚空里面 过去愿在将来 一切世界的众生 而于以教化 这个就是无作妙力的显现 而观世在菩萨在《耳根言通章》里面说 我之所以能够成就 这样的不可思议 皆因我修行 这种由文性 听闻一切声音 达到完全直灭清静 即是达到空 无相无我 这一个这样的现象 合回《无量异经》讲 菩萨应安住一法 这一法名为无相 就是三魔地 就是好像宇宙虚空直言不动的本体 他的知觉 由一个执着的人 已经变成整个清静的法界 一样无掩 但是包容一切 而愚患的慈悲喜舍 行信一切众生 合回《无量异经》里面所讲 我有一法能令一切菩萨摩可撒 集得阿流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说 菩萨要安住清静无掩的无相法体 然后 随信一切众生的喜好特性 知道他们的愿望 然后合住一切众生的愿望 于以说法 故此观醒菩萨能够行妙法年花 应以何身得道 现何身而为说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菩萨行信一切众生 宣说一切法门 因为众生无量 菩萨说法无量 说法无量 义亦无量 全部合回来的 合无量异经 这个法 这个法等于大乘的妙法年花经 这个法 亦是等于 观醒菩萨在观醒余来面前 学到的金刚三昧无作妙力 是完全一模一样 不过佛在不同的聚会 透过不同的举例 来邀请不同的菩萨 讲述分别的演绎的形式而移 它里面的实意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故意 在讲《妙法年花经》 普门品的期间 亦都将《以根元通》 即是《灵验经》的《以根元通》 亦是观醒菩萨所说的现象 来对比 让大家对于大乘微妙法当中 有一个更加真实具体的体会 亦都透过上一讲 讲出了 因为观醒菩萨 成就了这个金刚三昧无作妙力 而能够成就到十四无畏 能够展示出一一身形 能够因为自己解脱故 能够令众生离报慰 遇火不消遇水不匿 刀尋断断坏 扭鞋枷锁 得以解脱 完全是因为观醒菩萨 过往生修行这种金刚三昧无作妙力的功德力 解脱力 所以众生一念它的名字 自然得到这种愿力 功德力的加备 一杀那架正随 恶业众生的一一业力的浅薄 这个就是上次我们有讲到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因为得正佛心 正于究竟 能够与种种的珍宝供养如来 以及利益六度的众生 所谓求妻得妻 求子得子 求三昧得三昧 求长寿得长寿 如是乃至求大涅槃 得大涅槃 大涅槃者成佛的结果 有人说 观世音菩萨 我很想成佛 你可不可以令我圓满 你求得出 他便圓满得到 当然 这个时间空间 不是我和你去想 而是观世音菩萨 会因应着我们不同众生的根基 由我们求的那一开始 直至到成佛这个过程 皆得不退传 所以在地藏经说 佛赞观世音菩萨 哎呀观世音菩萨 所有众生 眷恋你的 赞赏你的 礼敬你的 他们一一都在无上道德不退传 决定成佛 赞叹 所谓十方如来共所赞叹 佛问袁通 在灵严经当中 观世音菩萨就说 如来你问我如何修袁通 我从以门 我在耳根上 由民性 而显现 放下解脱 显现不生不灭的知觉本性 以以门 圆召三枚 三枚即是沙摩迪 静定 即是说 透过耳根涅槽 然后就合于一体 然后就放下 妄想攀缘 显现自在的三枚本性 源于心 知觉性 心就是心意 自在 不让这个拘体 不让这个思想 不让外间的境密 绑住 被绑住 名为不得自在 解脱一切纏薄 名为大自在 入流上 因入圣人之流之上 而得三摩提 所谓成就菩提 思为第一 世尊匹佛如来 即是说 当时 教我金刚三会 由民师收入三摩地 这位如来 是 叹我善得 圆通法门 赞叹我 哎呀 好正确 正得 圆通法门 于大会中 受记我为 观世音号 观世音这个名号 在这里记载 就是观世音如来 对着这位菩萨所改的 在《碑花经》里记载 由 《宝藏如来为转伦圣王》 这个大太子 也是观世音菩萨其中一生的事宴 他去改民生救苦 所以 观音明片 因为我观听十方圆明 所以我观察世间的声音 这个名 也同时片满十方法界 在这个世间 只要有佛教的地方 几乎那些人都听过观世音 是不是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菩萨这么厉害 不仅仅这个娑婆世间 乃至宇宙任何一个国土 都有观世音菩萨的愿力 慈悲力 以及 慈现的化身 在那里度众生 好了 上次我们就讲到这里 以下来 后来 我在这个妙法莲花经 即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二十五品当中 我现在就举述了 耳根玄通的灵验经 再引第二部经 这部经 为什么我要引出来呢 我很想透过 第一 观世音菩萨和这个娑婆世界有大恩怨 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以及将来听调的每一个人 只要你是这个世间 这个地球的人 你都和观世音菩萨结合不解之缘 你将来都一定是投靠他 而得到国 一定的 包括地藏王菩萨 观音菩萨 我们都要归命他们 然后我们得尼虎 得御诸佛 得受尚记 得文正法 全部都是仗他们的福德力 所以 我会 在刻意 在这一品当中 引入其他的经 包括以下来的大悲心陀罗尼经 以及我们迟些说的 心经 波夜心经 这些完全是和这个 无量义 即是妙法连法的法有关 因为这部经 典故讲得多 讲法 没有无量义经 讲得那么浓 那么清楚 在这里 我将这一段的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记载的 菩萨的样子 记不记得我们上一两讲有讲过 到底观音菩萨是什么样子 是男是女 是龙是神是鬼 是畜生 或者是男 女 同男同女 是什么样子 原来 这个大事的愿力 能够应快一切身形 你说他什么都可以 那其实 他和普通人有什么分别呢 我记得我上一次又说 今个礼拜 会教大家 怎样看菩萨 记不记得 因为菩萨很多时候 他未正圆通之前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菩萨 好像我们之前说的常不兴菩萨 知不知道自己是菩萨 不知道 我们看《地藏经》 《光母女》 《婆罗门女》 都不知道自己是菩萨 有很多很多事宴当中 菩萨是不知道自己是菩萨 但是原来菩萨有样子看的 那个样子 准则是怎样呢 大家以下来 我引一段大悲心陀罗尼经 全名叫做《广大圆满无外大悲心陀罗尼经》 里面是讲佛台有一次 在普陀洛家山准备为众生说法 普陀洛家山就是观醒菩萨的道场 当时这位观醒菩萨密放神通 那些大凡王就以为是佛陀放神通 佛说不是我 今天来到这里 有位大使想利益大家 他准备为大家宣说过往有秘密陀罗尼 哇 很开心 因为得闻一条陀罗尼能够灭无量的罪业 争无量的福位 所以大凡天王很开心 那位就请观醒菩萨讲 观醒菩萨讲 过去有佛号千光黄静著如来 被佛教我这条陀罗尼我由初地一听就去到八地 超越了七地 很厉害 我立超八地 他说这条陀罗尼过往九十九亿行沙如来 二口同声宣说 里面都是赞叹什么 原来赞叹大悲心 大悲心其实就是赞叹观醒菩萨这种精神 举一个例子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观醒菩萨又要念大悲咒又要成咒呢 搞不清楚那些时空 到底他以前成了观醒菩萨 将来又念这条观醒菩萨的大悲咒 他又帮了这个观醒菩萨 是什么呢 是超越了我们凡夫的思维 举一个例子 如果在座每一个修行人 由凡夫地进入圣人地 圣人地进入菩萨地 菩萨地一去到有十波罗蜜圆满了 发源陀罗尼成就力量 他的力量是骗幅过去 骗幅现在 骗幅将来 即是他的力量是骗满虚空的意思 刚才我们看 以根元通 观醒菩萨的清静 是否骗幅过去现在和将来 他的愿力是否骗幅过去现在和将来 能够在一一世界面对一一众生 展示一一神力 我们举一个例子 以前生死的 这个修行人 未证到的人 听到这条陀罗尼有没有用呢 都有用的 因为相应 将来这个人又现了很多化身 这个人又听到这条陀罗尼有没有用呢 有用的 因为我们生死有过去现在将来 陀罗尼 原力 降悟 清静 完全是一体的 包含了整个虚空 所以 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很多时候还经常说 共入疲劳圣海 有没有听过 疲劳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是很累 那疲劳 是 凡文译叫做 Velojela Velojela 译叫做 疲劳 疲劳 疲劳的定义就是 原觉 骗照 就是 宇宙虚空 这个人的觉悟 已经圆满 遍门 照片一切世间 圆满觉悟 骗照一切世间 的自性显现了 那你将来成佛 又是显现这个 我将来成佛 又是显现这个 过去成佛 又是显现这个 将来成佛 又是显现这个 现在成佛 又是显现这个 这个叫做 三世一弃众生 本来的清静各地 本来是这样 本不生 本不灭 所以只要有人 一合到如来的妙公德 就显现这种德相 这种德相 虽然这个 驱体在世间生灭 但是他会不会 这个驱体 幻明是假的 他可以现亿万 过去亿万 现在亿万 将来亿万 但是他这个实体 真是具足不可思议的 功德力 改变力 改变你这个 宇宙虚空里面的 一切幻化世界的 一切幻化众生 这种叫做 不思议解脱 这个也是 普然十大行愿的 结晶来的 是教授一切大成人 成就如来妙公德门 这个妙公德门 就是从十愿而生 十愿都是有违法 但是当一个人正波矢 显现一切清淨的话 他的愿力周遍法界 所以成就 广大 无有边际 圆满 没有东西阻碍 即是没有东西缺漏 不会这里漏个洞 这里漏个洞 好像填颜色 全部填满了 无外 没有东西阻碍到 是什么呢 大悲心 即是整个宇宙的虚空 有世界有众生的地方 这个大悲心都穿透了 是这样的 好像虚空 我们怎样生死 可不可以离开虚空 离开不了 我记得 我怎样体验这个如来壮性 我拍戏的时候 我对着录影厂 这个录影厂没有动过 黑衣景 皇帝景 古装 时装 比赛 唱歌 什么都可以 我们当一个宇宙的虚空 就是一个录影厂 好吗 里面有多少银楼系 太阳系 多少星体 多少众生 你怎样生死也好 虚空是没有动过的 这个名为 如来壮性 本不生灭 佛说我们一切众生 本来的知觉 你见到我 我见到你 这种感觉 原来好像宇宙的虚空不生不灭 那为何现在不见呢 因为你执了这个身体是你 你执了你是你 我执了我是我 他执了他是他 因为执了 我们的知觉 就被这个身体绑住 被这个身体的因果绑住 被这个身体的业力绑住 生生世世 就是轮转 所谓六度轮转 暂无休息 而如来来这个世间 就叫我们在生死道路当中 停住下来 然后显现了这个 不生不灭的知觉性 而发觉到这个 驱体本身 是一个因缘的假象 一合相仪 转顺即逝 皆不可疑 精神深性 随顺这个驱体的生死 但是不厌这个驱 不计较这个驱体的得生 那么这个身体生死 就合住大悲 降悟 合住宇宙虚空 这个就微妙了 能够做到这个 名为悉空愿容 凡夫人天成追有为法 小乘追空解脱法 大乘菩萨一拍完 将悉空拍住 当体即空 知道知一切处非处 知一切上非上 知一切我非我 知一切身外的境密 非真真实实 皆属幻化 他知道的 但是他行顺这个幻化 行顺这个驱体 行顺一切生灭的现象 去发愿改变一切现象 这个就是菩萨的秘密 妙法莲花经 无量异经 就是改变将来的 他知是假 知假的 但是要改变 假的演变 他要将最恶的东西 变成最善 他要将最痛苦的东西 变成最乐 因为为什么呢 圆门安立众生故 其实苦同乐都是网上 因为众生想乐 为苦 于是乎摄取一一庄严的佛土 引众生去享乐 直至他们觉悟 但是到最后都是说觉悟 不是说享乐 享乐是先义欲牵的 行顺一一众生的性欲 即是他根性 他的爱欲 圆满他们 到最后开晓开示 为众生开佛之见 示佛之见 令众生悟佛之见 入佛之见 这种入三窝地 显现觉悟的知见 名为佛的知见 在以成人 他只是正到空性 大乘菩萨 他可以修行成所作志 他喜欢要到什么人 他将来向如来发源 如来就会圆满他 有这种现象 这种力 是菩萨才有 一切以成人 或者凡夫 没有办法思维策度 好心好心的 所以一切大乘菩萨 都入于这个沿海 名为共入疲劳盛海 疲劳盛海包含两种特性 第一 永远觉悟清醒 第二 在过去现在将来 能够信应一切众生 幻现一切度生的力量 现象 永远有的 不生不灭的 没有穷尽的 所以虚空戒尽 众生戒尽 众生业尽 这种力量有没有尽 没有尽的 没有尽的 没有穷尽的 念念 这个不断 身与意业 没有疲厌的 你先留意一下 他那个特点是这样 好了 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所说 当观醒菩萨 听到千光王静著如来 教他这个大悲心咒 立超八地 跟着他成就出 哇 千手千眼 种种的能力 道众生 他于是乎 就在会里面 去教化这些大凡天王 大凡天王 听到 哎呀 好开心 好开心 原来可以现一一生 原来可以道一一种 那我们怎知道 这个陀罗尼的样子是怎样呢 以下来 就为大家读 以下的经文 出自大悲心陀罗尼经 里面就是讲述一切 由陀罗尼幻化出来的身形 它里面都具足这些特点 以时大凡天王重座而起 听完观醒摩萨讲大悲周 有了 这里我省略了 因为我不是讲大悲周 我是讲大悲周的样子 整理衣服 合掌恭敬白观世音 菩萨言 当时大凡天王 听完之后 哎呀 好感恩 因为我们经常说那句话 好感恩 因为只有一条陀罗尼 很难很难很难的 你们听闻 妙法莲花经难不难 好难 在经文里面说有很多佛国土 没得听的 为什么呢 那些是福乐国土 听大悲心陀罗尼 听这个妙法莲花经 因为菩萨要导众生 九收善根到最后那些 佛才跟他讲妙法莲花经 因为他下一步就是成佛的了 我们人世间听到一个妙法 很感恩 听到广大圆满无碍 大悲心陀罗尼 他的出处 他的读音 他的效果 能够令修行人 决定成佛 不单只能够令所有菩萨行菩萨道士 能够遥益无量无边众生 你说这些菩萨听到开不开心 是不是充满感恩 没错了 就是这种感恩的心 所以合掌恭敬和观醒菩萨说 善哉大事 哎呀太好了老师 大事就是大菩萨 大事就是撒多勇猛之士 菩提就是正刚 求正觉的勇猛之士 名为大菩萨 我从息来 我有生以来 就是我做大凡天王以来 经无量佛会 参加过无数如来所说的教法聚会 问种种法 听到种种法门 种种陀罗尼 种种的真言 真言通常是 名为种持 种一切法 持一切意 通常是佛菩萨他的愿力 他修行的目标 而包含了他的功德力 他将所有功德 汇向这句说话 汇向他修行的目标 那句说话就是他的目标 是宇宙间永远存在的力量 所以名为最真实的言语 任何众生一碰到就应的了 就应的了 就像我念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就应的了 这句说 算不算是真言 算了 算不算是陀罗尼亚 算了 留意下 有愿力的 合真理的 有大改变力的 这句名为真言 未曾文说如此无外 大悲心 大悲陀罗尼神妙将据 他说我从来未听过 原来这么厉害 能够另一个初地菩萨 初法心菩萨一听大悲咒 他一授词 立即立超百地 六波罗蜜自然成就 有这个意思 有很多人害怕的 这些是什么人 你碰到这条陀罗尼的 是什么人 不当智时人 不于一佛二佛三佛 三佛众诸善根 而予无量百千万亿佛所 众诸善根 不过是现度生的相 而碰到这条陀罗尼 就有这种现象 不是说无因无果 普通人听得到 听不到 普通人信得到 信不到 普通人会不会尊重 只要有根基的人 他一听 如饮甘露 他说 为怨大事 令到我们遥益 我们这班人 我们很开心 希望大菩萨你 为我们说起 陀罗尼的形貌 壮相 到底这个陀罗尼的形 它的样 形状 上貌 它的状态 它的外表是如何 上狀是如何 我等大众愿咬欲文 我们这班弟子们 很渴望 咬即是 渴欲 渴欲听闻 观世音菩萨告 凡黄言 观世音菩萨 就对着 大凡天王 回答 哎呀 好啊 《与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 作如是问 为什么叫做 《与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 那你问一问 对众生有什么方便 哦 他高一点的 他肥一点的 他瘦一点的 他漂亮一点的 那对其他众生有什么帮助呢 留意一下 原来 观世音菩萨知道大凡王 为什么要问这个原因 因为菩萨导众生 一个菩萨的样子 能不能导众生的吗 一定能导众生的 我告诉你 每个菩萨 发千百千万亿生 每一生去百千万亿世界 在每一世界又发现百千万亿生 从从无尽地发现的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 所有菩萨都有分身的 是否无量百千万亿分身地藏王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分身的 那文殊菩萨有没有分身的 一一菩萨 所以我们看到极乐国土的一一菩萨 一一无孔里面 一一化佛 那些化佛是怎么来的 他的化身 跟着在不同的世界 功德圆满又涉取佛国又成佛身 所以菩萨是一种 他有一种圆力应化的功能 他的功能就是永远大慈悲 相应宇宙一切的众生 他可以现重重无尽的大 入于无尽的小都可以 很厉害的 他本身是一种力量 没有相 为什么 他从来不染相 如果不是菩萨当然染相 这个比较好 这个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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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较短 是菩萨的眼睛从来不起比较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众生是见得这么多 便现得这么多 那些众生的福分足 便现得长一点 他就是这样 没有去议论他 没有去议论 哪个法高低 没有的 法无高低 为什么 佳属幻化 因众生染 所以就行信众生 善一一身相 所谓入这个善一切式身三昧 所以能够现种种的相 他说 你为方便利益 一切一后的众生 令到他们 懂得分辨 哪些是凡夫 哪些是以成 哪些是曾相慢 哪些是菩萨故 作如是问 你这样问 你是想利益 在会 以及日后的众生 懂得有发眼 看到 由陀罗尼应化的菩萨的真实面貌 菩萨可能愿过乞衣 愿过女人 愿过小女 小孩子都可以 你怎知道呢 你看看他的样子 便知道 不为义等 我为你们 义等即是你们 略说小矣 轻轻说小小给你听 那意思 观世音菩萨言 观世音菩萨言 看看吧 观世音菩萨 以下来 应该前面加了两句 便会更加清楚 大悲心陀罗尼 相貌 多多 大慈悲心事 留意一下 他说凡是由陀罗尼应化出来 这个世间 即是 不是原居民 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原居民 和原居民有什么分别呢 样子一模一样 可能原居民有钱 比非原居民 可能那个 那个 应缘下来 是试验过残杂 都未定 可能会试验过蠢盾 都未定 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 他与生俱来 那个样子 你看他 叫大慈悲心事 为什么不用慈悲心 用大慈悲心呢 慈悲 是对自己懂的人慈悲 对不对 即是爱惜的人便慈悲 你疼不疼你爸妈 你愿不愿意和他分享 愿意 你爸妈慘 你愿不愿意 救他苦难 愿意 是吧 那你 你看到你爸妈 健康啊 或者是 拿到奖项啊 你开不开心啊 开心 喜呀 除喜 你为救你妈妈 你可以牺牲很多 包括金钱啊 你自己拥有最喜欢的东西 你都可以舍弃 慈悲喜舍 是对自己喜欢的人 大慈悲心 是指 对所有众生 所有众生 都愿意分享他的东西 都愿意拔走一切众生的困苦 痛苦烦恼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他天生不为自己 他做什么都为人 很多人会笑 一定有人笑的 对不对 五族恶势 所有恶人 自己顾自己的人 是吧 就是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你走来做 做得这样为人的事 他会觉得 做什么 扮伟大啊 前世做错事啊 现在贖罪啊 他接受不了 对不对 因为他 你做得很好 他接受不了 但是无论你怎样去攻击他 你怎样去笑他 野餘他 或者是取笑他 他不改 凡夫说什么 死牛一变颈 丹屎不偷吃 整天都会为人着想 你自己没得吃 你还要给人吃 有没有这些人呢 当然为人数不多 但是真的有 不是说笑的 那这个样子 你一见到 你知道 A 就是第一个 有条件 这是菩萨 菩萨样子 那你便很容易看到 我想不理他 男还是女 是不是教授 是不是学者 是不是乞严 不用你 这个样子是 是因缘果报的样子 是看不到的 但是他心看到的 你看看这个人 因为人做事 他万发为心 上由心生 做什么 说话 都是由他心里说出来的 肺腑之言 那你听他说话 看他做事 看他出发点 他目的在哪里 慈悲心为人 一定是为人 不会为自己 他做什么都为自己 即是不慈悲 口讲慈悲 有些人口讲慈悲 捐钱 快捐钱 捐多些 我们又做佛奖 捐些给我 他叫你捐钱 捐给他 有些人说 你不要捐给我 你拿去布施那边 那些窮人需要 这些需要 我们一起做 你看得出的 是不是 你看得到一样 如果有个人 做什么都不是自己 都为了人 你抹下他 是菩萨的样子 你是不是圣人一筹 你是不是会看人 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 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 教我们怎么看菩萨 第一个样子 因为菩萨来这个世间 就是为要利益众生 他不利益众生 他为什么要来呢 他怎么来呢 我发愿 我们说flashback 我们拍戏 叫做赌术 为什么这个人这样 原来 起回以前 我来这个世间 我要度众生 我要利益众生 我要什么什么众生 所有人不够吃的 我给他吃 不够用的我给他用 不懂得佛法 我讲佛法 他当然是罚你的缘 来到天生是这样 你不要顾人 你先吃了 不行不行 我先给他吧 我好小事而已 为什么有这种杂气 因为他缘 没有缘 没有这种杂气 所以成愿而来 一一都是怨力驱使了 他的杂气的表现 我要唱歌给别人听 就是到时候唱歌 我要讲经给别人听 就是说经 我要建屋 我要建路 我要建寺庙 各个人发愿不同 他这世间做出来的杂气就是这样 但他做什么都好 持悲心 这个样子 第一个样子 没得走的 所以我们很留意 有些人说佛经 他缘要自己 觉得很难学 我学到 很威 他缘要自己 他句句话都缘要自己 对不对 我有个宗门 我凸出我的宗门 他句句话都凸出宗门 他句句话都凸出宗门 他是遥益你的 他句句上来听 他重点是你明白 所以你会听得到 他的出发点 他的目的为什么 菩萨第一个样子 叫做大慈悲心 没有分彼此的 不理谁 他一律的 第二 平等心事 平等心 在这个五族恶世 原来很难看到的 原居民几乎没有平等心的 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山 那么多海 那么多深渊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五族恶世的人 心有高下 什么叫做深有高下 高的时候你会怎样 持 对不对 哼 你不是你聪明 可能你的家族很聪明 你老爸很聪明 你爷爷很聪明 或者你哥哥很聪明 你弟弟很聪明 你老婆很聪明 总之有样东西聪明 聪明你就持 一持你就觉得自己高 高了 又整天看不起 看不起人 有钱看不起人 看不起人 就很多了 窮都可以看不起人 你很厉害 你不是你老爸 你有金人 我比你聪明 你聪明 世间人是这样的 黑衣 做到黑衣 黑衣 黑衣 他都 你要呢 他都可以 斗令 可能会骂 主要是 是世间上 原来这个五族岳世的原居民 他的特点就是 我高 你低 说话也是 高 自己身份高的人 说话怎么说 对 对 是这样做 那当然不是 是吧 你听得出 什么事 如果你低他高 你会不会这样 是什么事 行行行行行 好好好 我知道 是不是这样 留意一下 世间的人 内心 言语法治 心声 你听他说话 你看他做事 原来这个世间 五族岳世的特点 是人人都有高下上 见高 你怎么办 拆鞋 奉承 巴结 老师 是吧 见得 走开 你 阻止你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现象 是的 很正常 那你菩萨 会不会抗拒 你呢 不抗拒 很正常 不是这样他来做什么 对不对 他来就是因为 这班人是这样 所以菩萨包容 但菩萨会不会拌坏 但他一定不会拌坏的 因为你教极 菩萨都教不坏的 你怎么教坏的 菩萨我听 难道你可以教坏 观音菩萨 那你很聪明的 你教坏到地藏黄菩萨 你能不能教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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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菩萨的心坚固 他的杂力是怎样的 十方如来 如无益子 平等是一切众生 所以 我说菩萨 诸佛菩萨爱惜众生 他不只是爱惜 你呀我呀他 不是的 是一切众生都这么爱惜 不过每个化道的因缘 的timing 的时间不同 那意思 还有要因应住 众生的能力 接受能力 可以去到哪 他刚好 所以 好像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 妈妈很聪明 好 饱了 不能吃 不能吃 肚子 不能吃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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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面 teria对 是对外旁的人 都不对 你千万不要 要求 communist人做得理 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 即使是汉全佛教 我都觉得 有这种现象 就是 роп drag 中国人 같은 Olympic ksi 師傅很高的 師傅叫他這樣做 好像黃飛鴻 宋! 寬! 每個人都要跟 原來學法不是 不是這樣的 你看釋迦牟尼佛 十大大寺 五百羅漢 一百一千二百五十個比丘 無數菩薩 個個都不同 個個都這麼好的 這就是佛法的特點 為甚麼呢 佛尊重眾生 很重要的 平等是一切眾生 因為在佛眼看 只得兩類 不管你是凡夫好 異成好 天人好 菩薩好 佛好 原來只有兩類 一類是迷的人 在計較 一類是覺悟的人 不計較 就是這麼簡單 一個覺悟了不計較的人 他會不會在當中分類 不會 不會的 所以 如是平等是一切眾生 他說 心佛與眾生 是三無差別 無痴別 這樣解 無分別的 如來的心 本心 好像虛空那樣 我們現在懂得想 這個是妄式心 但是我們的知覺性 過去在這裏 現在在這裏 將來在這裏 不過現在這個心合作這個身體 將來生意合作那個身體 以前合作這個身體 合作這個心是妄 這個知覺性本言清淨 你的知覺本言清淨 諸佛知覺本言清淨 乃至一切眾生的知覺本言清淨 有什麼分別呢 不過染著才現出了這麼多生死的現象 菩薩早已知 所以顯現平等心 一個平等心的菩薩 他誠願再來這個世間 不管他言什麼事 大國王好未 大學者好未 大有錢都好未 他會不會自己像的 你叫他像都像不到 所以有很多那些王子 公主 或者是那些大老闆的兒子 他是這些人的時候 他很恭敬 你看佛陀就知道 佛陀是不是一國之君 是太子 他有沒有蹲起太子盤 從來沒有 你叫他蹲就難了 實實做不到 所以他出家也好 他跟最悲下的人一齊 平等的 沒有高低的 他對十大弟子疼不疼? 疼不疼?疼 五百六漢疼不疼?疼 疼 乃至對一切眾生 我可以說 都同一種疼 他沒有分別的 你不要以為他這麼疼柏蘭 那些是因緣而異 不疼 隨順恩緣 恩緣 當然有淡一點 濃一點 親近一點 疏遠一點 時間不同 就出現不同的相 他只是隨順的相 在當中 沒有內心 沒有喜悟的分別之見 平等 OK 如果有一個人 你見到他 親怨 親疏 恩緣 都平等 這個大菩薩 他不是做給你看 他本然的 你看他流露出來 從心到流露出來 那個對你有恩 唉 很感恩他 這個人很黑心 想害死你 算了 對你有恩的理由 害你的理由 是一樣 這個人不簡單 即是他的樣子是甚麼 菩薩樣子 B 這是第二個條件 我看這部經 這一段 我看得最尊尊有味 但我未跟別人這麼深入講過 那就對了 講《妙法蓮花經》 你合上常不興菩薩 你看看 所有菩薩 在《妙法蓮花經》出現過的 正面的菩薩 都具足這些心量 好了 無為心事 甚麼叫無為呢 他正在做事 他正在救眾生 他正在說法 他正在報私 為甚麼說他無為呢 因為他知道 凡是有為 都是甚麼來的 夢幻 為甚麼會出現這個境 為甚麼我會碰到他 我發了個原來 這個世間這個人 就碰到我 我就利益著他 我如是滅到無量無邊眾生 都是在宇宙間的 因緣果佈的幻現 幻合幻離 一個組合之上 在當中根本沒有真正的我修行 亦沒有真正的眾生生死 亦沒有我在教眾生 怎樣修行 怎樣成佛 怎樣得種種的境界 凡所有相 皆屬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 則見愈來 能夠見到一切相 只是一個短暫出現的現象 在當中 不起計較分別 為甚麼 我隨順因緣 因緣要成功的 成功 因緣要失敗的 失敗 因緣要是很慘的 很慘 因緣要是很暢順的 很圓滿的 很圓滿的 在當中 只是知道 好像我們說 演員演戲 這個劇本 我們過往生 寫了一個劇本 於是我們被迫要演 但是將來生 我們是在創造劇本 我要涉罰國土 我要賭一切眾生 這個劇本 我放回來 我寫的 我們演的期間 會發生甚麼事都好 順境好 逆境好 失敗好 順利好 很多阻滯好 學一下他走回頭 又再壞好 我都不介意 為甚麼 因為是業力 願力 組合而衍生出來的現象 我在當中 不計較的 是甚麼 使命 無為心 無為 不是造出來的無為 我做無為 清正 入定 那你是不是無為 你是五運做無為 其實你是很無為地做有為法 不是無為 有些說無為 空一空 空完便無為 那你是不是五運做空 做無為 那些不叫無為 真正的無為是甚麼 袁國經說了一句說話 很清楚 知患即離 離患即降 我在演戲 如果我入了戲 我當是真的 我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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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遠知道 所有的現象 包括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擁有的一切智慧能力 一切神通科便 皆屬 是劇本來的 幻化 不承諾 這種心態 叫做無為心 好心 異性人 不理解得到 凡夫更加不知甚麼事 只有菩薩 以愚患的身軀 入於愚患的世界 行順愚患的恩果 而發愚患的大怨 去改變執恩果當真的人 終於令到他離苦得樂 終於令到他覺悟解脫 終於令到他行菩薩道 終於令到他成佛 這是個過程 但我一定要這樣做 為甚麼 因為眾生一執就永處生死痛苦 我知假 我永遠不痛苦 這個叫解脫法 在生滅法當中 而能夠顯現這種無為法 就是妙法連法經 那個妙法 你說妙不妙 最深最深的法 一切如露的心臟 所以無為心事 如果有個人在世間 須處種種逆緣 須處種種不順利的 或者痛苦的 但是他不失本緣 同時其知一切如夢幻 這個人會怎樣 沒有事他做不到的 是這一剎那間做不到的 對嗎 那這幾人會怎樣 我就發願 將來做到 哪裏最大力阻礙我的 我的願就在那裏導你 解決你為止 為甚麼 你阻礙我 有逆緣 所有的逆緣都是當真 那些人 是否永遠生死 只有我知是假 我就以知是假 這種般若智慧 合著無量的願望 合著如來 在虛空裏面的殖滅功德海 來迴向這個願 又甚麼不行 所以 沒有事難倒 在妙法蓮花經 妙法菩薩 沒有事他做不到 沒有眾生他做不到 是否說 我們說 阿殿家一展題 善根斷盡觀神菩薩都做到 地藏王菩薩都做到 為甚麼 釋迦如來 臨入滅之前 將這個世間交給地藏王菩薩 他說 吳伏何類 你今天答應了我 我何必怕 因為 有沒有眾生你做不到 沒有 為甚麼 因為 因為他圓滿了妙法蓮花經的妙法 也圓滿了大悲心陀羅尼經 裏面 這些一一的心 好了 無謂心事 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 繞紋一腳 甚麼都不做 不是 是須做一切 道眾生的事件 但是 無掩一切 有為的執著 是這個意思 好了 下面這個 更加清晰的演繹 無掩著心事 處於境 而永遠知 一切境 是幻化 如來的實力 是講般若的智力 第一種 知一切處 非處智力 甚麼意思 一切行大成妙法的人 去到一切世間 面對一一眾生 一一生死現象 他都知道 那個處不真實 知一切處 非真實之處 這種智慧 這樣解 如來第一種力 就是這種般若力 般若的意思是甚麼 我過去現身 現在現身 將來現身 但是無論我在哪裏現身 我都知道 沒有一事一物是假 應觀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套 影如路易 如電 應作如時觀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將來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三心不可得 四相 過去有我仁眾生受者 現在有我仁眾生受者 將來有我仁眾生受者 但是無一個現象是真 皆是一合相 若見諸相非相 則見如來 這種就是般若 無染著心是般若的結晶 是菩薩在修行自利圓滿 然後再在度身的過程當中 而顯著 顯現的一種心態 因為他的色身 是染世間 如果不染 怎樣跟你聊天 怎樣道理 譬如說 觀音菩薩你道我 觀音菩薩有沒有聽到你說話 有 他有沒有應你 其實正在應你 但是菩薩會不會當是真 他會不會染氣是真 染氣而已 猶如幻思 道諸幻仲 記不記得我們說 空中花水中月 眼藝眼有病就見空中花 既知空花不真 我一不染就空花即滅 這就是異成境界 大成境界不是 空花 好 我入回空花 五顏綠色的花 我入回五顏綠色的花 你說這個花漂亮 我說這個花漂亮 我就燃空中的花 屬於空花佛事 我去道理由地獄到你成佛 原來都是空中花 是我眼窒見的 我會不會執照這些境界是真的 不會 所以 水中月 叫水月道場 有沒有聽過這個 空花佛事 菩薩 過去現在將來 然一一身形 入於一一世間 仿道一一眾生 但是他會不會當是真的 幻化 名為空花佛事 好似水中裏面的月 道場 那道場在這裏 你撈起給我看 在水裏撈月光給我看 撈不撈到 沒有月光 那裏 那你可否撿起一個道場 沒有道場 道場是事業的 那有沒有佛國 佛 有沒有莊嚴佛土 金剛經怎麼說 佛說莊嚴 即非莊嚴 使命不莊嚴 只是給他一個名字 你不要以為是真的 那可不可以 意相觀如來 如來便現生意相 那個角色要演 這個人終於要見到這個角色 到最後 那便演出個三二相給你看 八十隨形好 又沒有三十二相 沒有三十二相 凡所有相 皆屬虛妄 這個是合法的 因為這個無遺心 無染著心 空觀心 全部是波野的結晶來的 波野 當然有些朋友未聽過我們講的十波羅蜜 對這個名詞可能 聽一聽過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們世間的智慧叫做細緻辯充 明白嗎?明白 知道嗎?知道嗎?知道 懂嗎?懂 這叫細緻辯充 有我思維想到的方法 然後去解決的 但是都是染著世間 來計較執著的 我們所有人學習都是不停去學 學拿著記著 學拿著記著 但是佛法的覺悟在哪裏? 是你學習和拿著這個念頭要放下 這樣你就顯然 那你再看回原來所有學習拿著 學習拿著這兩個念頭 就是困擴我們的根本 當你一知道的時候 你就不用學 不用拿 雖然一切身形 隨順一切 那我怎樣才達到結果呢? 秘密就是不用你想 你對著佛法院 我將來要盜他成佛 可以了 我將來要說出佛國 可以了 我將來要有種種的大威神力 可以了 這樣到的 你說對我們一般人 是否很難理解 因為我們一定有一個我相 有我 有記憶 又不斷去收集資料 去產生一種方法 結論 拿著結論去用 原來佛法是叫我們 原來這個拿著和妄想 要停止 不要再做 接著放下 原來我們不生滅的知覺 顯現你盡不知宇宙一切真相 你在那裡顛倒夢想 所以一染世間見三世 一染世間起煩惱 無染世間 知因果的假象 過去這個現象 是因為過往生 這些眾生所做的因果 攝取這種現象 劇本來的 因為我的介入 我發願去改這種現象 將來就會出現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我的佛國土成就 驚惡我道的人 就會生在我的國土 接著每個眾生將來都成佛 但是這種現象 有沒有永恆的 不永恆 一出就沒有了 哈 這下很微妙 它是適空願容 空有具足 空即是虛空 般若是 有就是妙容這個身體 以及這個身體又發願 現無量的身體 無量的身體又現無量的身體 每一個身體會攝取佛國 每一個身體都會成就佛身 那哪個身體是真的? 沒有 如果在當中 能夠得到這種自在的 這種精神無染的 名為無染著心事 如果有個人 你跟他說什麼都 人家欠你 多謝 人家罵你 麻煩 我檢討 他不動氣 他就沒有感覺 他有感受 他知道了 不過他都不介意 為什麼 因為 戲來的 我們繁複的反映 第一時間 是刺激到自己 立刻戒懷 對嗎? 立刻起分別 立刻有種喜怒哀樂的情緒出現 但是你一知是假 你會知道 哦 有些少不同 演完演戲 是不是一早給你一個劇本 回去看 背熟了台詞 那就演完演戲 但是這個菩薩演戲 你不知道下一幕說什麼 全部即興劇 不知道的 如果我心想 可能我真的是演員 我自己很喜歡看這些 喂 跟你演套戲 不用排的 過癮 台上見 我們整天都不時在台上見 一出到去 你怎麼來我怎麼去 但是很多時候拆出火花 這樣叫即興劇 我們叫亂說無遺 以前講開 我們做粵劇那班人 很厲害 叫提江戲 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 提外畫 他怎樣呢 以前的劇本寫 今天寫了這個鳳怡庭 呂布、雕蟬 董卓 呂布被雕蟬迷惑 挑撥離間 董卓說 對著董卓說 呂布欺負他 雕蟬對著呂布說 董卓就佔佑他 挑撥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漫板出場 呂布先 然後叫雕蟬 以往 菌花 然後 董卓 手板出 很生氣 這樣說而已 當然你們不知道什麼 是嗎 劇本都沒有 這樣就去唱歌了 這種呢 他們是 習慣了就會成功 當然會有些錯處 但是這樣就 那些叫提江戲 就是我們 應該三四十 應該說是 三四十 19三四十年代那段時間 就有這些提江戲 厲害的 真是 當然 我們說回佛法當中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演員 知道劇本去演戲 你當然知道是假的 但是菩薩道生 雖然知道演戲 不過有一件事 很刺激 他不知道結果 你當 MISS 你是演員 你前半生就做了那場戲 你下半生就明佛法 當你開用了 但你下半生發生什麼 你不知道 但原來也是一場戲 既然是戲 我做好它 你會不會這樣想 反正是戲 想一想 人一生 你什麼都害怕 從小到現在 其實有什麼好害怕 你怕沒得吃 又不會沒得吃 怕沒得用 又不會沒得用 你怕沒有朋友 又不會沒有朋友 其實是你自己害怕 那你就不害怕 因為你會知道這場戲 開始這個無染著心 而對大菩薩來說 就會生起無量的大怨 以前不敢發的怨 現在都敢 因為以前會計 我行不行 不行 不要亂發 是不是 實行 為什麼 因為我向娛樂一發怨 我要導誰 你說 我最喜歡的那個 當然先導他 我最討厭的那個 原來我也可以導到 那你說那場戲 你控制完好嗎 是不是很過癮 是不是很過癮 那如果你的人生 你控制完 你說好沒有玩 不是這一生人 是由你現在開始 至到成佛 你生生世世 你要怎樣都可以改變 你適合你的願望 那這樣就進入八地 七地就是方便行信眾生 遠行地 八地屬於願波羅蜜 所以菩薩的願有沒有窮盡 那你們會想一下 為什麼會發這麼多願 你是不是會不敢發怨 因為你撿它當真 菩薩為什麼會發這麼大的怨 眾生不成佛 我誓不取正覺 現在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 假的 是不是一定可以的 你留意一下 我們凡夫染世間 你是不是會計較 你發這麼多願 你做不做得到 對不對 你是不是會計較 但你一無染著心 不計較 為什麼 實得 要有很多劫 很多劫 很多劫 那又如何 覺悟了 已經看到結果 舉一個例 但是 地藏旺菩薩 在偷利天 是否接過如來的家業 法願要導引一切眾生 直至柯日多成佛以來 六道眾生顯令道脫 他發覺原來地獄不空 世不成佛 眾生道盡方正菩提 就是我們在座每個人都成佛 他都未成佛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你說他何時成佛 佛怎麼看 佛怎麼回答他 他說與廣道張筆 即正菩提 記不記得 不是說張正菩提 是即正菩提 如果我眼睛 因為我明白大悲心 明白妙法蓮花經 其實這個跡字 對於十地乃至等國的菩薩 他的體驗是這樣看的 當地藏旺菩薩 在這個偷利天 接過釋迦牟尼佛 這個願 他轉身就成佛了 因為 他的願 片滿虛空 在過去現作 將來凡有眾生 他的力量都已經圓滿了 你說他成成佛 不過這件事 在韜利天 沒有很明顯去展示出來 還說一件事 釋迦如來在韜利天公 對著所有眾生說 他說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佛 有多少菩薩 有多少眾生參與這個聚會 文書菩薩說 若以我神力千劫測度不能得知 佛陀講一句 眾得人驚 不以佛眼觀顧 又不盡數 記不記得 連佛眼看都不準 即陸續有人來 我立刻想到 將來每一個眾生成佛都會在這裏出現 過去有眾生成佛 又在這裏出現過 現在有眾生成佛 又在這裏出現 將來我們每一個眾生成佛都會在這裏出現 所以才叫不中數 此者皆是地藏王菩薩 九遠以來 以道當道未道 以成就當成就未成就的眾生 我們全部都是他道的 你說這個是甚麼人 三世如來 十方菩薩共歸依 所以你一叫到地藏王菩薩 有沒有人不成佛的 是沒有的 多穩當 首先斷絕我們一切的三惡道報 永遠不會在我們日後的生死出現 是不是買了保險 得身仁天壽聖妙樂 接著他就教我們念十九尊如來 叫我們清如來明號 三清其明千生離苦 但念得一佛明功德無量 何況多明 是不是教我們念佛 接著教我們教量布施功德原品 有一生仇佈百生仇佈百千萬億生仇佈 乃至成佛 所以供養地藏王菩薩 凡夫的有二十八種利益 天人供養地藏王菩薩有七種利益 到最後都是畢竟成佛 是不會不成佛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 但是地藏王菩薩 九遠劫離發行沙願 他會不會驗的 其實《金剛經》裡講 有很多這些現象都是菩薩度生 例如將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 例如初日份現行河沙生命布施 中日份現行河沙生命布施 後日份現行河沙生命布施 我們將一日劏開三個時份 上週以神通力化現行河沙 數之不盡那麼多新布施 中日份下午又現無量新型布施 後日份即是晚刻 又現無量百千萬億新布施 一日現無量三個無量的意思 如是者一元一年一劫 十劫百劫千劫萬劫億劫 無量百千萬億劫 每天都敢布施 其實《金剛經》是舉這些例子 這些人在行甚麼? 大成妙法年花 他不是一個國土 你想想 每一生度百千萬億人 你說所有成佛的人 跟他有沒有關係? 全部有關係 這些 不過這樣 這個人如果染著世間 有我人眾生受者四上 不及一個利四上的人 對不對? 所以突出了 行大成妙法 有一個最關鍵 只是慈悲的 不行的 因為他染著 他是迷的 你都迷你怎麼叫醒人呢? 一定要常覺 所以是如是我當滅盜一切眾生 滅盜一切眾生以 以明白實無有眾生得滅盜者 這便是般若 意味著 菩薩過獻了將來 永遠盜眾生 這是有為法 無有窮盡 不盡有為是菩薩行法 維摩經所說的 不住無為是菩薩行法 如果你住了無為 即是有我住在裏面 不住的 那沒有無為? 沒有無為 但是從來沒有厭過 不盡有為是菩薩行法 不住無為是菩薩行法 看到行永遠在動的 但是有沒有染過? 上除般若 吾染三世的假象 名為無染著心事 所以我們看看 地藏經怎麼說 地藏王菩薩 已經在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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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千萬億劫以來 已經是十地菩薩 他已經在聖文匹之佛地 聖文匹之佛地 就是無相 就是無量易經說 菩薩安住無相 而徐順一切眾生的諸根性慾 然後教化他們 應以何生得到 應何生而為說法 直接導引一切眾生 眾生無量說法無量 義益無量 這意思 全部合起來 本本大成經都通到 好了 無染著心事 空觀心事 大家都明白到了 因為你明白無為無染著 空觀 空觀者 有無一事一物是真實的 沒有的 但是原來 宇宙直正的法體 是真真實實的存在 有無存在的 無存在 無存在容納不了那麼多星體 是吧 跟著問你 宇宙的 這些我們的生死 如來的相 佛國土的相是假的 那你的知覺真是假的 你的知覺的本能是真 如果不真 我們跟死屍有甚麼分別呢 死屍沒有知覺 我有知覺 知覺是存在的 不是原來怎知一切 原來宇宙間 所謂常樂我正 其實的表法是甚麼呢 就是與一切眾生的本言知覺 好像虛空一樣 不生不滅 但是因為妄執 就變成一個我體 過去的我 現在的我 將來的我 這是妄執顯現的生滅體而移 諸佛常覺不為 永遠誤厭自己的生滅體 但是這個知覺性是騙滿 因為這個知覺性是合著一切眾生的知覺性 所以一念間騙之一切宇宙 去用三世一切眾生的恩果本門 知道了每個眾生在想甚麼 因為你的知覺沒有離開宇宙的殖滅體 如來的知覺等於宇宙虛空的殖滅 所以真空不外妙有 妙有不外 即是沒有阻礙 真空妙有都圓滿的 名為佛陀 所以福足為足 名為兩足尊 空觀心 這裏也等於無慰心 無染著心 即是說 他會不會有觀 沒有 一切有 他知道原來佳屬幻化 好了 菩薩因為知一切眾生 佳是未來之佛 所以產生恭敬心 為什麼我經常對於迷信的人 我覺得很同情 他們 我們世間人信宗教 最初信宗教 有人類以來的宗教 不是智慧的 其實是甚麼 是服從 是敬畏 走雷 你怕不怕 怕呀 拜不拜神 拜雷神好些 是吧 打風你怕不怕 怕呀 拜風神好 出海打雨 浪怕甚麼 怕呀 拜甚麼 拜海神 是吧 你怕那樣就拜那樣 我怕不怕 拜他 我不怕拜他 為甚麼 對不對 原來 人類信宗教的出發點 是害怕 還有 跟大佬 哪個大佬 我跟你 你保護我便可以 但我會做的 你喜歡甚麼 那便想 其實哪個大佬 他想出來 湯羊 湯牛 三生酒麗 對嗎 有些是獻美女 有些是食童子 對嗎 甚麼都有的 你想得出 祭司說一句 那幫傻人 就跟著去做 錢呀 金銀呀 珠寶呀 總之甚麼 都是買怕 對嗎 我怕 我用錢買了怕 以後就不用怕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人類 信宗教的 最初的根本心 但是佛菩薩 是否為這個心意來度眾生 如果是 個個都顯賤 大隻隻呀 走一雷 噴火呀 嚇死你 是不是這樣 不是 佛菩薩故意跟我們一樣 平等 一個普通凡夫 透過修行 正德圓滿正等正確 做一個sample 做一個版 樣版給我們看 哎呀 原來 原來他可以 即是我們可以 拜他為師 留意一下 佛不是要來驚嚇我們 留意一下 有很多宗教去用驚嚇 好像我們說 你壞呀你 你做他甚麼 打你落十八層地獄呀 其實在佛教當中 他不講打你落十八層地獄 不講懲罰你的 不講懲罰你的 只會講你做了這個惡業 你會自己 招感這樣的果報 誰都幫不了你 他不是用驚嚇 他是用說真相 來叫醒你 分別在這裏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對佛菩薩 很怕得罪 是不是 但是我 我看見那些人 又要裝頭炙香 又要燒那些 又粗又大的香 其實就是真是買怕的心 跟不同意 還有貪心求 你越懂做 我懂做 我裝的這支香 拔開它 拔開它 放火子出來 是不是這樣 他們會好計較 因為他覺得 我懂做 他就會保佑我 是不是這樣 這些 是很原始的 對一些敬畏的心態 在學佛當中 對這些人來說 他是永遠不會覺悟 永遠 很可憐 很可問 在我學佛與歸醫第一講 是否講這個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學佛不是求庇護 是拜師學藝 你想不想像佛那樣呢 你想不想像佛菩薩那樣呢 原來我們個個個都可以的 你跟著這個老師一定可以的 那你猜這個老師怎麼看我們呢 啊 懂做的 哪個 給我一封利是大一點 我教哪個 你猜會不會這樣呢 諸佛菩薩看 所有眾生都是未來佛 對不對 哪個用心學 是不是我睡了的身都教你 那我們說 我們凡夫選一個好老師 是不是很難 你猜那個老師選一個好學生 難不難 真是一個很厲害的老師 他喜歡不喜歡一個好學生 對了 你記住 原來 我們要知道 你不要以為佛菩薩 在我們想他高高在上 嘩 好厲害 等我們參拜 哪個會做呢 我就保佑他 不是啊 全部錯 十方如來 如無益子 你媽 對你 你的慈父慈母 對所有的子女 都是付出的 對不對 他會不會等兒子去養他 當然了 你養我當然很開心 是不是 但是父母來說 你找到吃 你開心 我很滿足 因為我照顧你 我有責任 是不是 什麼養子 什麼 什麼 100歲 2218歲 長幼99 對 MISS都這麼大聲說 是嗎 就是一樣 意思就是說 所有慈父慈母 都是疼子女的 所以你說 子女重要 還是自己重要 當然是子女重要 對不對 你沒有教訓 沒有辦法 我女兒病 覆診 唉 搞定我女兒 兒子又病 找食又關難 搞到我沒有夠睡 一天睡得兩三個小時 你明白嗎 他會 在生命當中 他會覺得子女最重要 原來 成願而來的菩薩宗 他不是以自己 最重要的 他不是來收信徒 嘿嘿 我來這裡 我三頭六臂的 我好厲害 千手千眼的 誰跟我 我就點一下他 搞定他 是不是這樣 一定不是 誰想學佛 誰叫我 我犧牲了所有東西 都要令你成佛 是不是這樣 公不公敬眾生 還是眾生公敬他 眾生不懂公敬我 豈有此理 公敬我都不懂 會不會這樣 如果眾生不懂 你是菩薩 有甚麼稀奇 對不對 菩薩會不會怪他 我問 你現在信菩薩 你試過沒信菩薩沒有 你猜我們那個往生 得罪過菩薩沒有 菩薩有沒有怪過我們 沒有 你一歸於他 豈不是很開心 是否包容得很厲害 愛護得很厲害 所以 凡是有菩薩的真實樣 他會出現甚麼 恭敬心 恭敬心 我問你 我們之前說過的常不興菩薩 恭不恭敬眾生 他不是故意激怒你那種 你說你不喜歡 你是佛 走開吧 你逼這麼多佛 他不是嘖嘖嘖 你不喜歡我多說幾句 不是那種 你是佛 那便咬氣 他真是當你是佛 為甚麼 他覺得眾生是佛 所以他一生修行 以恭敬卑下 亦因為修行恭敬卑下的人 才可以碰到妙法連法經 恭敬卑下 相反是甚麼 功高我慢 那哪些人聽不到妙法連法經 很簡單 所以妙法連法經的竅門在哪 就是菩薩的心 這些人是甚麼人 又大慈悲心事 又平等心事 又無為心事 又無染著心事 又空觀心事 又恭敬心事 你說這些甚麼人 所以你在世間上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 他真心真意恭敬人 你禮敬他便可以了 那便可以了 你在他面前 他很害怕的 你心中尊敬他便可以了 讚嘆他便可以了 很尊敬這個人 沒有錯的了 倒垃圾而已 更加恭敬 因為菩薩事件 倒垃圾 是否恭敬 你看到他的樣子 菩薩的樣子 你怎麼看呢 他沒有樣子 光木裏怎麼看呢 光木裏大腿 光木裏大腿 他為他媽媽 他為了他媽媽 去救了所有眾生 夠不夠大腿 他又不懂佛法 又沒有神通 又不知道自己是菩薩 更加沒有神力 但是他為了救他媽媽 他可以救了一切眾生 眾生不成佛 他誓不取正覺 你想想 是不是大慈悲心事 他媽媽而已 那便救了你媽媽 光木裏救了他媽媽 在王如來 教這個婆羅門女 救慈親 月帝利罪女 生天以來已經 經金三日 下了地獄三日 就上天了 那就搞定了 但他不是 他因為在地獄 見到很多眾生苦 他說自今日後 對這個郭花定治在王如來面前 卻後無量百千萬億世界 所有受苦的眾生 我世願救到 如果他不成佛 我不成佛 這樣解 是不是平等 跟他媽媽 跟地獄更像一樣 你看得到 你看他的 心有諸內 凝諸外 所以菩薩的樣子 佛經已經告訴我們 未必是三頭六臂的 未必是神通俱足 未必是智慧如海 未必是變才無礙 未必的 這些就是菩薩的樣子 大慈悲心事 平等心事 無謂心事 做甚麼不厭的 知假 空觀一切境界 對一切眾生 事於未來佛 事為父母 過往父母 過往 將來諸佛 做甚麼都好 公敬 公敬 他一個例子 我們對父母 很多人有句說話 身在福中不知福 老爸養兒子 當然了 媽媽當然要照顧我 父母當然要照顧我 一到老 就不尊敬他 但發覺 一知原來父母有恩 可能他信了佛 聽了父母恩 更難報警 是不是很羞慘 他一羞慘 他回去再對父母 會怎樣 你不覺得他有恩於你 你不覺得他照顧你 他愛護你 你是不知恩 那不知恩的人 懂不懂報恩 我都不知道 你對我有恩 是嗎 他當然不報 原來他對我這麼好 你知恩你會報恩 你很想報恩 所以知恩報恩 有些叫做不知恩 就報不到恩 有些是怎樣 你對我有恩嗎 我不記得 那些叫做什麼 亡恩 亡恩 亡恩就會怎樣 父義 義即是平等 本來你有恩 你有情 我有義 平等對待 義即是平等 亡恩 我會不會這樣對你 我不會了 背義 父義 意味著 為何人會生起報恭敬的心 原來一切眾生 都是我父母 一切眾生 和我都有關係 還有 諸佛菩薩 是否要道一切眾生 是否因為道一切眾生 他才可以圓滿菩提 留意一下這句話 在行順眾生 在普言行願品來說 他說一切眾生 好像樹的根廟 一切菩薩 以大悲水搖益眾生 才可以成就他智慧花果 若沒有眾生 有沒有菩提的 沒有 有沒有佛國的 沒有 有沒有三十以上 沒有 那是否每個眾生 你成佛的恩人 為何提婆達多善 我大善知識 這就是對一切眾生 生起 恭敬的心 的根本 因為他明白 他不明白 就不明白 提婆達多善壞人 你還要我恭敬他 他故意示壞人 令我的業力早清除 他是最初為我說 描發蓮花經的大善知識 現在為了令我成就 他故意做反拍 做戲 是個劇本 我做得多了 那些魔教 那些邪教 那些我經常做 以前 不過二十多歲 做四五十歲 現在四五十歲 好像變成二十多歲 就是要反過來 我知道 原來都是演員 在另一個大菩薩 會不會分你我他 沒有的 沒有的 他線內文書 維吾大使見到文書報實 不來相而來 不見相而見 大家你又知道 我又知道 唉 現在碰到臉了嗎 他沒有來相 但你的相來了 但你有沒有來的相 沒有的 你不嫌 不見相而見 你見到我見到你 大家有沒有真的見到這個樣子 沒有的 高手過招 一句就倒位 大家都是空觀 大家都無染著 大家都恭敬 合於這個 是菩薩 原來在世間當中 菩薩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不是曾經說過 紀律國土 阿彌陀佛是不是現雀了 那為什麼不現佛身 你早於現佛身便可以 不行的 你見不到 眾生的福力不夠 見不到佛身 我要見什麼 見雀了 那些靈呀 風呀 櫻落呀 整個風吹呀 叮叮噹噹噹 這樣的聲音給你 靜化你的 由耳根入 全部都是由這樣去 道眾生 所以我們要知道 在末法時期 在這個五族惡世 我們自問 五族惡世的眾生 有幾多福 見到菩薩的色身呀 有幾多個先 無脈了吧 聖人都隱滅 何況有 所以菩薩來這個世間 他就會示現很多劣絕之上 你看不到 為什麼我一定要說 將大悲心陀羅尼經 以根源通 合回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要這樣說呢 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們眼見到的人 我問你 觀世音菩薩 在這個娑婆世界 在今時今日 你猜現了多少個身呢 你分不分到 我告訴你 他現在在這個大悲心陀羅尼經 觀世音菩薩對著大凡天王 就是講這些心上 是教導日後所有大乘菩薩 在行菩薩到時 要轉這些心 兼顧 你要看菩薩的樣子 凡是陀羅尼 化現的人 必定具備這些條件的 好了 恭敬心 是不是恭敬眾生 那我們知道了 有一個呢 給大家感受一下 我們看禮敬地狀菩薩 禮敬觀世音菩薩 你會覺得觀世音菩薩 是不是高高在上 但是你知不知道 觀世音菩薩的心 是恭敬一切眾生 為什麼這麼多眾生 一聽到觀音菩薩 哎呀好開心 因為菩薩恭敬我們 因為菩薩尊重我們 所以這種福力的招感 一切眾生一聽到這個菩薩的名 就肅然起敬 你看到一個 書尊降貴的大使 還恭敬眾生 你可不恭敬這個人 你感覺一下 好了 悲下心 原來一般人 我們看五族惡世的原居民 剛才說 是不是我高你低 最醃重的人 都覺得自己是我高的 都覺得你是低過我的 這個是原居民 但是所有菩薩 因為他有修行的雜器 因為菩薩成怨而來 他的怨絕大部分是 第八波羅蜜 行怨波羅蜜 才回入塵牢 入回這個娑婆世間 乃至入回十方世界 行順眾生 所以他是以誰為主 他不是以自己為主 因為自己在陸地 已經官兇自己 是不真實的 非真實 沒有我的 如果還有我的 那即是退轉了 等陸地不退轉 正波野不再退轉 正波野叫做得不退轉為 各誤無生 過往無生 現在無生 將來無生 那現在你說的是什麼 原力的化現 劇本 劇情 角色 你會否執行個角色是真 所謂 角色黑衣就是黑衣 做得好 皇帝就是皇帝 菩薩 做得好 這個怨不夠 大一點 都可以 因為你一真 他怨滿了 所以菩薩是不怕發怨的 但如果你執行他真 你會計較 什麼時候 我能否做到 你會掛外 他都沒有掛外 因為你掛外 故 能夠 能夠生於一切眾生的境界 因為生眾生的境界 他不是以自我為中心 他反過來 是不是以眾生為中心 他就是成是眾生 我們就成是如來 成是菩薩 但是菩薩 法怨道眾生 尤其是大悲心 所發現的 一定是相應眾生 而絕大部分眾生都有業 對不對 有業就如癡 如癡就高傲 當然 原來這些菩薩 行順著一切眾生 恭敬一切眾生 上恭敬佛 恭敬佛 恭敬真寶 下恭敬一切眾生 這些就名為悲下心 無集亂心 我們世間 執境當真的凡夫 是不是妄想四起 計較 得這個就好 我得那個好 這個法又好 那個法又好 這個好 這個高 這個低 這個不夠這個高 這個高過這個 你是不是比較 新大集亂上 凡夫的追財式名食碎 異成的追境界 神通 妙用 那些 或者追解脫 菩薩在當中 已知一切如患 還有沒有追 菩薩依甚麼而行 不是依業力 是依怨力而行 舉個例 因為法藏彼優 在世智在王如來面前 發了四十八大弘怨 他莊嚴佛土 他發了願 完了 但是他發完至今 經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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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億兆載 數之不盡的劫行 他現那麼多身造 那麼多行為 行那麼多菩薩道迴向 都是莊嚴他在極樂國土的四十八個願望 是這樣的 所以他不知道 他出現的目的是這樣的 原來他以怨為用 以怨為用 既然以怨為用 他的雜氣不追其他東西 名為無雜亂心 他心不雜亂的 不會妄想四起 只有執自我是真 執境界是真的人 就會妄想四起 不會追其他東西的 好了 無見取心 這個見取 凡夫 是不是有貪愛 貪愛是不是取 取就是有 有就是生 十二因緣的 這個就是貪愛 一切如夢如幻 對一個菩薩來說 還會不會貪愛 有些人說 佛珠不能讓人碰 為甚麼 你的功德會給人 哎呀 這麼好啊 你拿去碰 碰久一點 是不是這樣 原來我念佛 那些功德會給你 你快點念 你拿去 是不是這樣 以成人 或者外道 會掛愛 喂 我修行的功德給你 你修 是吧 我的東西給你 你菩薩不是 我來做甚麼 我來服侍你 你看到我是不是有因緣 我能夠為你修行 是否我的光榮 拿去拿去 不單止不見取 還施捨 大報師 沒有貪戀 為甚麼 知假 哪有真的 你還染下去追 你追到甚麼時候 不見取 無上菩提心 這也是一切菩薩的 最真實的心 最真實的相貌 他為甚麼會成菩薩 因為他發過無上菩提心 甚麼叫菩提 body 靜覺 靜覺的心 簡單來說 我見到佛 哇佛很靚 我老師是佛 我將來都要做佛 你這句心就是菩提心 為甚麼 你以修行成佛作為最終目標 就是叫菩提心 我怎樣才可以令到自己修行成佛 當需久遠劫離 導引一切世界的眾生 這個是一切自成就如來 對著這個大長者子 我都要將來 像你這樣 如果眾生不成佛 我不取正覺 就是地藏王菩薩其中一生事業 意味著 如果我凡夫修行 一定是為我自己 以及自家眷屬的利益 離苦生天 得種種金銀 福樂 如果我是異成人 我修行的目的一定是解脫見性 如果我是菩薩 我修行的目的就是 我要成佛 我要令一切眾生成佛 不理我先成佛 或者令眾生成佛 我目標都是成佛 這個叫做無上菩提心 這個目標一鎖定 生生世世都不變 不退轉菩提心 所謂法供養當中 在普言行願品 如說修行供養 不捨菩提心供養 不離菩薩業供養 不捨菩薩業供養 不離菩提心供養 這些就是 所有菩薩 陀羅尼顯化出來的身形 的真實上謀 留意一下 心就是心 養就是養 為何心會等於養 難道觀醒菩薩不懂分 意思就是說 叫我們千萬不要以相取人 這樣意思 看人的樣子 不要看人的樣子 看人的心 明白嗎 心為王 所謂相由心生 言語出自心聲 我們所講的說話 一定有一個目的 以及有一定的方法 達到這個目的 你聽一下 他的目的 他的方法 以及他的雜氣 這一堆 由大悲心事 大慈悲心事 平等心事 無為心事 無染著心事 空觀心事 恭敬心事 悲下心事 無雜念心事 無見取心事 無上菩提心事 全部都是陀羅尼的發言 在當中 你見到有一個人 有其中一種心 你當他是菩薩 可以了 有沒有人 專修一種心 修行很多劫的呢 有沒有人 再修另一種心 修行很多劫的呢 你猜有沒有人 我看完這部經 我就是看到這幾個心 我先用這個凡夫的心 體驗 如何顯現大慈悲心 你猜有沒有人 這樣修行過呢 這些 因為我是一個演員 我在最初看大悲心 《陀羅尼經》 我已經 要令自己 因為我是演員 我可以有這種心 我怎樣才可以做到大慈悲心呢 可能我做一個角色 叫大慈悲 我怎樣大慈悲 因為做戲 我不是讀劇本 我要進入角色的心 例如我做奸人 摩教教主 那我當然 哪一個我便殺誰 我進入心 我便有個摩養 不用做摩養出來 我習慣用心去做戲 所以我看到 我做個大慈悲 那就是觀音菩薩 地藏王菩薩 如果給角色是我做的 我怎樣進入這個心呢 要進入 進入的時候 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看東西 你怎樣看眾生 你怎樣看佛陀 你怎樣看佛法 你怎樣看自己 你沒有多久 你便進入到 你便會知道 唉呀 這些心 我試過了 摩養過的味道 大家可以回去再摩養一下 不要看樣子 不要看字 進入去 你是甚麼情況下 流露這些心 不是做出來的 不過我們演戲是流露 不撞造戲 造戲 那你說很奸嗎 我就不覺得 你做個奸養 你不是等於奸 奸在心裡 為了自己不擇手段 殺人放火 無惡不足 都覺得是對 那樣子便很奸 是不是 他不是做個奸養 你看看 不能奸的 你實在做一些很壞的人 便變成奸養 心做甚麼都為人 做甚麼都犧牲自己 你的樣子便是中的樣子 是不是 很簡單 其實 可能我的職業 令到我看這些經 容易體會 就是原因 他說 當之如是等心 即是陀羅尼上茅 如果有個人 有齊這些心 你還不當他是大悲觀世音菩薩 有齊全 那有沒有菩薩有其中一種心 那些需要尊重嗎 都要尊重 你明白嗎 我們記住 告訴我們 裡面任何一種心 都不是這個世界的原居民 這個世界的原居民 是相反的 第一 不慈悲 寧可我負天下人 不可人負我 對不對 有仇必報 以眼歸眼 以眼歸眼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是不是這樣 你是個世間的人的雜氣 你得罪我 是不是這樣 他樣子就馬上奸了 也是個心 平不平等 那你猜你高還是我高 當然 當然 不用說了 好了 有不有為 會不會無為 我做甚麼都有目的 為了目的 不擇手段 要不染著 一得他就要 嘿嘿 一失 是不是這樣 要不染著 兇不兇官 兇 有甚麼搞錯 但是 有那麼多錢 是不是 現在的利益在這裏 原則的問題 一定要咬到底 吃到底 咬起來 沒得兇官的 功不功敬 你功敬我差不多 我又 我又 即 即是怎樣 地盤仔出身 我現在爬到今天 我還要恭敬你 你們恭敬我差不多 是不是 各個都是 你恭敬我的 我不會恭敬你 卑下 是不是你卑下 我沒有錢的時候 我卑慣了 我有錢的時候 我有權的時候 我不要你 是不是 對了 集不集聯 不用說了 見不見取 有好東西就咬 剛剛才 無上蒲體 是甚麼來的 菩提子 對 無上菩提 就不對 菩提酒也對 所以我們要知道 五族惡世的人 全部相反 如果有一個人的心 有當中一個 你當他是菩薩 沒錯 真的沒錯 他不是這個世間的 原居民 你怎麼看 但是 我亦都說 我自己的體會 在《地藏經》 我真的在《地藏經》裡面 看到很多 這個世界的 真實面貌 真的 佛說 我在這個南岩浮堤 導引難化剛強眾生 十有一二上惡習在 十分之一二 即是五分一 是不是 還是頑皮的 那麼十分之八九呢 即是正在修行 乖乖的 調伏了 你說這個世界 十分之八九的人 多不多 都是菩薩來的 混合你 怎麼分呢 你們來聽經 就聽佛法 你以為我怎麼看你們 哈哈 你自己想吧 所以你恭敬我 我更恭敬你 因為為什麼呢 兩件事 真實來的 每個禮拜我在這裡說 我講就很英分 你每個禮拜都來聽 實在太難了 你猜說那個難還是聽那個難 我就反過來 講你懂得說的 怎麼那麼難 每個禮拜來聽那個就難了 真的 你比我都未必可以 真是來的 你叫誰來 我每個禮拜來聽 很好啊 你下個禮拜又來可以嗎 這樣就難啊 每個禮拜都可以 真的 你說你們是誰呢 所以 離得聽 肯有恩怨 我沒有刻意做宣傳 也沒有推廣過 離得也有恩怨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我要將這段這麼重要 因為這段就是 大乘妙法蓮花經的修行人的樣子來的 你在世間裡看不到的 原來通佳也是 只要有一個這樣的人 不管他叫什麼國籍 不管他什麼宗教 不管他男還是女 不管他是有錢沒有錢 你當他菩薩這樣合掌禮敬 沒錯的 這就是 陀羅尼的真實相貌 是一切諸佛菩薩善的樣子 給我們看 予當依此 而修行之 這句是腐竹來的 畫了個樣子給你看 不是叫你只是尊敬 麻煩你學 怎樣學 不是做 是感受 流露 用心去引入 譬如舉個例子 清淨 那又清淨 你在做清淨 清淨不是做 清淨在這裡 不用做的 但我心未清淨過 那我怎樣才等於清淨 得到清淨 體會清淨 那你不要不清淨便可以 為什麼 清淨不能做 你不要不清淨 就是妄念平伏 那叫做正念 我做個正念 你永遠做不到 因為你正在做 正念不是做出來 正念是無妄念 那叫做正念 如果還有個做的心 以攀緣心為根本 永遠做不到 這裏也是告訴我們 觀世恩菩薩教化大凡天王 應當知如是等心 即是陀羅尼上茅 你們 都應該 授持大悲心陀羅尼經 然後 印入當中 我做不到 念陀羅尼 攝心 懺悔 懺悔 求陀羅尼的大悲願令 洗淨我們的身口意業 發願 印入 以念陀羅尼的功德 回向這個願望 早日印入 這個大悲心所講的 真實上茅 大凡旺言 我等大眾 我們這班人 今 此色 此陀羅尼上茅 唉呀 好開心呀 觀世恩菩薩 我們今日這班人 才知道 原來陀羅尼的上茅是這樣的 從今 授持 從今天開始 我們全班人 所有凡旺 所有天界的人 都要授持 接受 行辭 即是說 每一日 都要拿這些 好像 我們叫做指標 量度自己 拿來做 檢查一下 血壓正正上 血糖正正上 量度住 即是一樣 咦 咦我今天 慈不慈悲心 平平等 無無謂 厭不厭著 空不空觀 公不公敬 悲不悲下 集不集聯 有沒有見取 我有沒有離開菩提心 檢查 檢查一下自己 在這個法當中 沒多久 不用檢查 都已經顯然 有人是感受的 攝心修心 這個不得了 他說 不敢忘實 我們不會 不記得 多謝 觀世音菩薩 金石良緣的教誨 為我們 宣說這個秘密神咒 不單止 令到我們能夠得大利益 令到我們初發大誠心 能夠执政 跳升很多級 當時觀世音菩薩 由初地一聞 這個大悲心 陀羅里 已經立超法地 可想而知 陀羅里 轉心的力 有多大 很大 我亦都知道 當我看到這部經 我亦都知道 一件事 我自己個人 為何我唸這個大悲咒 不值得用 可能就是陀羅里的力量 我當時很怕唸 這麼長的咒 怎麼唸 唸六字大明咒 就差不多了 即是 往生就 這麼長 可以呀 金興你試一下 唉 好吧好吧 那我就唸 我不懂唸 怎麼唸呢 找了一些音 我看這些字都不懂 對不對 我記得這些字 離了時間 不要了 自己寫過 自己寫自己懂的字 那我的方法就是 那麽可拉丹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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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寫自己的字 不跟他的字 你自己看實色讀 是吧 多了耶耶多了 那麽可拉丹奴 寫了這麼多句 當唱歌仔 這樣 然後唱唱 有耳軌 以前最早期 那些人唱樂曲 那些不懂得看樂曲 落花滿天閉月光 借一杯奉戰奉台上 富戰奉台 那你聽得多 那那舒服 所以我只是順口講的 順口尿 這樣練壹 面幾天會》 我老婆遲了我三天 我遲了三天之後 吃肉牛 菜、肉、飯、湯一起吃 喝茶,她只吐了肉出來 那時候就很害怕 因為我不想 她最慘 我不是說 那時候蘇杏璇說 金仔你吃齋 我不行 我生日也不行 我侮辱不歡 我真是侮辱不歡 我明天吃齋 我今日仍是侮辱不歡 你想想我怎能接受 不是吧老師 很害怕 不能吃,吃完就吐了 不如一個星期吧 講數 當然不行 一個星期又吐了 不如一個月吧 又不行 不如三個月吧 都廢成說了 都完全不行 想想都不行 最後想想都不行 我太太遲 我三天 她多多都不相信 我覺得 其實這套陀羅尼 對我有大幫助 這套陀羅尼 不是對我一個人有幫助 對所有眾生都幫助 不過 你碰不碰到她 還有你 如不如法 受持她 那什麼叫做如法 什麼叫不如法呢 如法者 你有印入這些心 便如法 第二 你的出發點 是上求佛道 下化眾心 便如法 那不如法 是什麼 你當它工具去用 留意一下 不同的 整個都說 有些人拜佛 是當佛菩薩工具 什麼護身符 搖前樹 我 今天行運 那些人說我旺 觀音對我旺 就堂個觀音 因為觀音旺我 看風水 這個財位 我買個觀音 一擺了我很多錢 是不是 搖前樹 唉 我最近運氣 那些人說我要擺地藏 先揹著地藏 觀音普通 不揹著你 摸地藏 去到又擋著 這個人說我殺位 擺地藏盆 擋殺 有沒有人這樣用的 有 那我想問 你對佛菩薩尊不尊敬 你會不會放你爸爸的照片 擋殺 放你媽媽的照片 搖前樹 會不會呢 留意一下 剛才我所說 正確與不正確 看你的法心 看你怎樣用 我們對佛菩薩 一定要當老師 我們是拜師學藝 我們是什麼都不懂 我們從今天開始 做娛樂國學生 求佛法僧加備 開我們的智慧 擴大我們的心量 這個是儒法 如果你當佛菩薩是工具的 不單止無益 輕法萬教之罪 你全中了 全中了 例如哪些人呢 這些大悲咒厲害 鬼都害怕 拿來驅鬼 拿來智鬼 拿來變錢 打麻雀念 大悲咒發辣辣 容易食糊 好啊 這個 是很危險 這個呢 真的為何說 陀羅尼要有私承 因為他本身太利 我那時經常都說 一句說話 我說佛法陀羅尼 好比核電 他一碰 他的力量大到不得了 但是如果你不適用 那個小孩 進入到核電廠 亂按 我以前二十幾年前 講經歷 真的想不到出現了 這個日本的核電事故 那個災難原來這麼大 同樣 我不敬陀羅尼 我不敬佛法僧 那個果報是怎樣 真是誹謗政法 不興法萬教 這個果報也是大到無量無邊 雖然大家都碰佛法 不過法心不正 同法心正 天堂地獄 真是 所以善知識難餘 如果你沒有善知識 開啟你的智慧 你胡亂用貪真痴的心 來碰佛法 好危險的 佛法叫我們降伏貪真痴 不能夠用增長貪真痴的東西 來污衊佛法 所以這也是 我想提醒大家 日後我們 對於一些師兄 他也是唸壽詩陀羅尼 但是他集亂心 見取心 明白嗎 還有 高傲心 有遺心 染著心 全部離開的 看看他 離開了 所以我們對佛法僧三寶 應該要抱著一個 稀有難逢上 好了 做一個簡單的回顧一下 我說妙法蓮花經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種應化身 應入一切國土 能夠利益無量這麼多眾生 因為能夠以十四無謂 令眾生免除一一的災難 圓滿眾生 一圓圓 只是看他民生救苦 你猜有沒有一個眾生 叫觀世音菩薩 菩薩是不理他的 有沒有 那你說這個菩薩盡不盡責 有沒有休息過一天 你說他公不公敬眾生 你看到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說呢 就是 我經常覺得佛菩薩 絕對是不會高高在上 去等眾生的參拜 那當然呢 我都曾經說過 中國人有相傳過 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在南寶陀 但我會覺得 這個是 漢傳佛教的傳說 應該這樣說 整個娑婆世界 乃似一切世間 有眾生的地方 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無處不在 好了 在耳根元通章 亦都將觀世音菩薩 他為什麼會得到 這一種十四無謂 有種種上合十方諸佛的 同一慈力 下合十方一切眾生的 同一悲養 他憑什麼 證到這一種的力量呢 原來 在耳根元通章裡面說 觀世音菩薩 對著釋迦牟利佛 講述過往修行正元通的經過 因為他過往能夠面見 觀世音如來 觀世音如來 教他修行金剛三會 無作妙力 由民師收入三摩地 其實 突出了一個標準 就是說 一切菩薩 以大悲行先 還是以覺悟行先 以大悲行先 那就叫做有疾菩薩 因為以大悲行先 你沒有智慧的話 如人入暗 終無所見 在金剛經 就是針對著 所有行大悲的菩薩 不能夠 只是行大悲 因為菩薩的定義 叫做國有情 如果你自己都不覺悟 你如何去覺悟眾生 在妙法蓮花經 之前說無量二經 無量二經之前 講了方等經 方等經之前 講義成的修行 十二恩元 四聖帝 三十七座道品 留意一下 走回頭看 佛離這個世間 先以覺悟法 去樹立佛陀 和眾生的分別 展示出來 如來和眾生 一個是謎 如來永遠覺悟 但是 怎樣能夠令到 一班如痴的眾生 又凡夫地 進入聖人地呢 如來展示三十二大丈夫 上八十座認好 以此作為攝隱眾生 教化眾生 圓滿眾生 出世間的願望 所以修行出世間解脫 忠於正阿羅漢正癖之佛 繼續為他們講說方等經典 因為 一個癖之佛 一個阿羅漢 他的精神心性是由執著 又又又又又又 到拉密 連那一點都沒有了 沒有了 因為沒有 所以才建成 還有一點 不叫建成 但是這個是空直的法體 不能產生妙容 可不可以道道眾生 虛空便包容你 它改變不了你的 所以妙觀察智 平等勝智 雖然成就 做不到成所作智 與及大圓鏡智 做不到的 所以 在 這個方等經這個概念當中 佛已經開出了有大成 和二成的分野 四無量心的顯現 其實四無量心是有違法 慈悲喜捨 全部是有造作的 是對一些已經覺悟的人 跟他說慈悲喜捨 原來一個世間是色 出世間是空 大成菩薩是將這兩樣東西 merge 磨合在一起 原來所有大成經 就是教所有大成菩薩 怎樣將色與空 將它結合在一起 凡夫是捨空取色 以成是捨色取空 我們叫做二邊 但是大成菩薩 一名百方等之後 以清淨的智慧 合一切陳奴 本來無心 而患起一切的悲心 這個悲心騙滿過去 騙滿現在 騙滿將來 而成就廣大圓滿無外的大悲心 但是它的基礎必須是安住般若治 即是解脫的境界 所以十地的地狀王菩薩 雖然善一一身形 但是它是聖文匹之佛地 即是匹之佛地 那我問你 妙法蓮花經對甚麼人說 對聖文匹之佛說 留意一下 所以大成修行的基礎在哪裏 在般若 般若命為佛母 出生三世諸佛 亦命佛果 守護一切佛果菩提 所謂三世諸佛 都是依般若波羅蜜多古德 阿紐多羅三妙三菩提 又是果 又是母 所以這個般若是一切如來的心地 而妙用是因為一切合一切眾生的 在宇宙虛空的一切生死 留意一下 無量異經怎麼說 大莊賢菩薩率領八萬菩薩摩科薩 法王子菩薩摩科薩 問佛一個問題 他說菩薩若修學 即得阿紐多羅三妙三菩提法 有沒有一法可以令一切菩薩 得阿紐多羅三妙三菩提 即得的 一步便到了 因為他們全部法王子 全部是等各菩薩 是否下一步便成佛 所以他們問有代表性 佛說有一法明為能令一切菩薩摩科薩 即得無上正等菩提 這一法明無量異 大莊賢菩薩問 甚麼叫無量異 無量異者從一發生 這個法很重要 這個法明為無上 無上即是聲聞疲之佛地 聲聞地是否已經安住無上 無生發忍 有沒有我 沒有 有沒有過去現在將來 沒有 凡所有上皆屬去望 但是有體無用 但是從這個基礎 從一發生 要無上 但是要悲憫一切眾生 因為貪真次事成 永處三惡道部 不得解脫 從千毫間 變之無量 菩薩應當要發這個願 行順一切世間的眾生 因為眾生無量 菩薩說法無量 所謂行順祂的諸根性慾 隨其大小 隨其所好 圓滿祂的願望 因為眾生無量 說法無量 說法無量 意亦無量 我這法明為無量異 留意 以空直的般若智慧 行順過去現在將來一切世間的眾生 而順應祂的恩果 圓滿祂的願望 到最後直至令祂成佛 這樣的法 能令一切大乘菩薩摩柯擇 疾德摩納多羅三的三部帝 這就是妙法連番經的妙法 在妙法連番經本身 這個紀錄 沒什麼怎麼說 只是說在佛講完無量異經之後 就講這種現象了 其實無量異經 就是妙法連番經 很具體的妙法 所謂有十功德 有十功德的展示 這個人已經是粗佛權衡 由十方如來的愛子 所有菩薩摩柯薩 法王子菩薩摩柯薩 是不是如來的愛子 為什麼叫做法王子菩薩摩柯薩 就是以離一切相 行一切善法 那這些人怎樣 戒德、阿納多羅三的三部帝 問題是離一切相 就是無相 行一切善法 就是無量異 你明白了吧 留意一下 我們看一看 一路講到下去 由 譬如品 授量品 講到授記品 常不興菩薩品 安樂行品 一路落落 直到 若王菩薩品 妙音菩薩品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这一个 较为具体的 事相显现 那么我们将观世音菩萨 32种应发生的一世国土 是不是合法无量义 那么它里面都没有说 它是怎样修行的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可以32认身 于是乎我就拿了 以根元通章的 里面的记录 是观世音菩萨在观世音 如来面前学到的金刚三昧 它的力量是怎样来 再回复一下 它的力量是因为 民私收入三魔地 民所民进 进民不住 各所各空各极愿 空所空灭 直灭现前 我跳了很多 意味着就是 透过 吸收 观能 观之观 我为什么会观 本来我观 我站在我那里观 但我看 我在观 我会观 这个观 观又放低 能又能 所观的境又放低 能所两亡 在《圆国经》里面说的 修行 执着一目 佛说法一目 修行 金刚三昧 没有了 两个目 转 转木生火 灰飞烟灭 生死又无 修行都无 关键就是 你怎样将两个目 磨到生火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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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将两个目 生到火 就靠般若 不靠般若 永远生不到火 所以 两目相恩的基础 是要知道 知患即利 这个就是般若知了 在当中 如果徐顺世间的 就是染着计教的 染着啦 诸佛菩萨 善一一身上 行信一一众生 都知道 凡所有上界虚妄 所以 当观世音 菩萨 修行金刚三昧 无作妙力 到拉尾 抵消到 两样东西抵消 生死 修行 以门元通的一切法门 放低 放低的念头 都没了 这样就清静了 它出现了两种现象 这两种现象 当然不是 个个修元通 都证到这种现象的 是什么 上合十方诸佛同一持力 下合十方众生 同一悲药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 修元通才证到的 为什么 因为 就是合回 他过去的愿 这个是 倒架慈航 成了佛 现的菩萨 便自现出最圆满的相 他已经成过佛 他是不是可以操佛权行 因缘 果报已经早已圆满过 而显现了 因为过往生 在累劫当中 都在对着不同的如来 民生救苦的愿 合回这个愿 他这个愿 还要是什么 合回一切如来的愿 他都可以拿来用的 那有什么人可以拿到一切如来的功德力用呢 只有一切如来的化言 才可以用到一切如来的力 对不对 其实秘密已经出现了 这个人 观世音菩萨 坑称可以代表了妙法莲花 最圆满的事现 最圆满 所以我在这一品里面 加强这么重的力 去讲呢 是有原因 因为纯妙法莲花 已经讲故事多 受记的多 现象的多 在法理上 无量意经讲得比较详细 所以在这里 我将以门言通 以及大悲心 《陀罗尼经》里面的记载如来的真实相貌 合分 虽然我知道牙长了的时间 但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令大家更加容易 很清楚 好像一个X光一样 看完所有大乘菩萨的真实面貌 以及他的法门 他的心地 孔孔那那那都看完的 你不会再有狐疑在当中 不会有集乱 下一讲 我是再讲心经 为什么呢 因为色胸圆容 五音即如来藏 色不易胸 胸不易色 色即是胸 胸即是色 受想行色 易服如是 这句精华 就是等于妙法莲花 但是一般说不到的 我平时说极也说不到的 因为你要有这样的基础 你才会明白的嘛 听完整本《妙法莲花经》 你再听心经都不明白 没可能了 因为里面的资料都齐了 一说 是呀是呀 如果大家有听过我讲心经的 你现在再听 不是那个感觉 我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听出来 不同了 因为我会刻意 将以前你忽略了的地方 再告诉你 什么叫五音即如来藏 就是金刚三会无作妙力 整个宇宙虚空 就是如来的五韻 有什么理由 虚空的东西他不知道 什么都知道 还有 整个月来的五韻 能够合住一切众生 诚所作 道圆满 救道一切众生 神经就是在讲这个境界 好心的 不只是般若那麽简单 但是他的基础一定是般若 如果你一掩世间 如人入暗 终无所见 即刻退转 常觉不迷的菩萨 就是有一种特点 知一切处非真实处 知一切上非真实上 知一切我非真实我 这个就是般若 你一明这个道理 就安住无上 以这种安住无上的心 信应着一切身形 在一切世间 你就可以粗佛权衡 演绎一切如来的法 导引一切众生 所以金刚刚所说的一切法 皆是 佛法 要证到般若 恨着大悲的人才是 不是真的说 你讲什麽法都是 因为这个人已经明白了 通透了 能够行顺众生 善一一身形而异啊 好了 今天时间呢 我们就过了中午 我们到此为止 稍后我们来一个研讨 有兴趣的 我们可以一齐分享一下佛法 现在先邀请大家一齐起立 做个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开工成佛法 开工成佛法 开工成佛法